朋友们好,年过完了,生活又恢复的平常 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又不知道吃什么了 今天呢,来教大家做一道简单加常的酸辣土豆丝 准备两个土豆,先给它切个平面 起到一回固定的作用 再翻一下 这样后面切起来就很稳了 切片的时候刀要直,一气合成 最后一小块不好切,平铺在正板上 慢慢的给它片下来,也不要浪费了 然后把切好的土豆片平铺 再切成粗续均匀的土豆丝 刚才的跳刀切法有点难度,也有点危险 掌握不好的话就像这样慢慢的切 全部切好了,多冲洗几遍 一直洗到水清为止 然后来切点蒜片 小葱蒜 红椒丝呢,用来配色 再把干辣椒切成丝 泡好的土豆丝捞出,控干水分 下面锅中倒油 大火把油烧到冒烟 锅的四周段要用油润倒 然后把油倒回油骨中 这样锅就不粘了 重新加入一半的猪油 一半的丝拉油 先下入花椒炸香 然后呢,把炸好的花椒捞出 再下入蒜片炒香 然后呢,把干辣椒丝下锅炒香 再下入紫豆丝和红椒丝 这个时候呢,开大火煸炒 炒的时候呢,要不停的翻动 一直把头豆丝炒软 炒软了之后就来调味 放上盐 生抽 橙醋 放橙醋的话颜色会发黑 不喜欢的粉丝呢,也可以换成白醋 继续翻炒,把调料炒均 最后,放上葱段下锅 随便翻炒一下就可以煮过了 这样做的土豆丝呢,口感脆爽 味道酸辣,特别的香菜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